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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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香港方面的事情 香港近期 越来越黑了 首先最接近的是 美国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 是通过了一个香港经贸办事处的认证法 零票反对之下是一致通过的 因为这类似法案在参议院早就通过了 如果在众议院全体通过的话 很可能成为正式的法律 对香港会有什么影响呢 另外一个也看到了 经过31年 台湾的家权指数超过了香港的恒生指数 现在看到恒生指数不断向下跌 现在已经听到不少朋友说到了 这就是香港由轻到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为什么香港走到今时今日这样的地步呢? 今天请陆桀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先讲讲刚才说的 所谓香港的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这个法案其实都对香港的打击很大的 它主要就是要美国政府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 现在只不过一个决议案一个bill 它真的成为法律的时候 政府就要求三个香港驻美经贸办停止运作 这三个经贸办目前就在华盛顿DC 另外就是在纽约和旧金山 这个法案就由共和党的众议院叫做Chris Smith 应该大家都对他很熟悉了 对香港也是很好的 还有民主党的众议院他叫做Jim McGovern 这两位跨党派的议员提出 刚才石头提出就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都有类似的法案 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类似的法案 甚至参议院的这个法案 在7月已经通过了 它是由这个Marco Romeo 大家都知道Marco Romeo 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们就已经通过了 他们这个外委会通过了法案 就交由这个整个参议院 全体去渗月 那这件事为什么会是重要呢 因为这个如果香港比喻为一个特区 就是香港政府和中共 都常常都要别人 还认为它一个特别的行政区 是跟大陆有点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了 但它又要别人认为它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对它的外交 就是如果真是一个特区 它特区的外交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就是人家根本不承认你 不让你有所谓的经贸办事处 这个类似一个大使馆这样的地位的 的一个office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不承认你 其实在外交上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你想一想 如果是美国有一天不准中共在美国有任何的 驻美的大使馆 那其实就是反了面才会这么做 那这次这个法案如果通过 就是美国和香港反了面的了 那在11月份来讲就发生了很多事 就是对香港来讲 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来讲 都是很大的事情的 第一个刚才就是刚刚在石头讲的 恒生指数就输了给这个台湾的家权指数 香港领跑了31年的 那现在呢 港股大概在17000点这里 但是大家要记得 港股曾经是高达3万多点 现在跌到17000点 还比台湾的家权指数超过 那在经济上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那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省政府 就是刚刚公布了一个三年行动计划 要推动粤港澳居民统一身份认证 那令到中港居民完全融合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都是从人的市民的角度 香港市民的角度去看 就觉得真的被它吃了 现在根本就没什么说香港人了 没什么说香港完全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今次尝试从特区政府的角度去看 本来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政府都是一个鸿桃大计来的 它打算或者可以香港去赚一些大陆人的钱 但是没想到现在是回来 就是从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香港被大陆吸干了资金 是刚刚相反的 那如果这个方案真的成立的 就是现在就是它刚刚公布了 它有这样的方案 如果正式推动的时候 根本香港也没什么自己独立的经济了 就是这么大的了 那这也是一样 也都是在11月发生的 那就是11月2号 也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直接是对香港的法治 是一个否定 是全然的否定 就是美国国会有两党议员 也都是提出了一个制裁香港官员的法案 但这个不是指香港官员 那这个根据这个受制裁名单有49人 其中包括香港律政司司长 高等法院的法官 区域法院的国安法官 还有检控官等等49人 那么这个法案一出 当然就是很震惊了 因为香港始终都在那儿炸裂 说自己还有司法 始终都是姓日 李家超啊邓炳强啊 这些人一天就挂在口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法治 但是美国是串宴否定你 就是否定到一个地步 你的香港律政司司长都要被制裁 就是这样 这件事也是发生在首约这件事 我们会密切关注 它究竟会怎样进行 那么这次再加上这一样 那就是在外交上 李家超没有得去参加APEC 也都是一件大事来的 你想想如果你有一个国家来说 你那个特首你是没办法参加这些会 人家不让你参加 你用尽一切的excuses 那些借口有什么 但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人家也不让你参加 所以其实香港到处都是惨情 现在我说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指标性的事情来的 就是它是很重要的 是很指标性的 不是普通发生一件事这么简单 再加上今次这个认证法案 这个经贸办的认证法案 以前香港在美国的心目中 它是非常特殊 跟中国大陆不同 甚至一个史密斯都这么说 它说经贸办就其实好像有大使馆的地位 有相应的特权和豁免权的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 这个假设就是香港是保持很大的程度的自主 所以才会给你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来说经贸办已经变成中共的大外宣 它全部的东西都是来宣传中国大陆的东西 而三间经贸办就经常发放一些很假的讯息 这个讯息就是要一些特别是美国的商界 以为香港已经恢复正常 以为香港一切都是 怎么说的 和以前一样 没有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 没有受到任何东西的影响 但事实刚刚相反 香港情况是越来越差 其实刚才Chris说这一段 就是认了李嘉超常说的 有人要讲好香港故事 他以为是讲好香港故事 但是在史密斯口中 这些是虚假讯息 你说的全部是谎话来的 你要去误导美国人 特别是美国的商界 再加上史密斯也说了 加上2020年开始实施的港版国安法 令香港的基本的自由和人权 这些东西一切都没有了 这是史密斯的看法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看法 如果不是史密斯也不会这么说 他肯定是有调查研究的 史密斯就说 如果这个法案是成为法律的话 香港经贸办要合拼 他这里没有说合拼是什么意思 我估计的意思就是 你便变成中领馆的一部分 或者中领馆里面有个 特别的香港的department 但是基本上你是中领馆 我想史密斯是这样的意思 他一旦你就合拼了 另外你就变成一个非政府组织 如果你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那你就完全没有了特权 也都没有豁免权的了 你是非政府组织 就不是一个大使馆了 就是这样 合拼是合理的现象 现在大湾他就把香港吞了 合拼了 现在就回归了 有另外一个众议员 他叫做Jerry Connolly 他就看大局 他就说 这个中共它是压制香港 令到香港失去了 香港在亚洲的枢纽的地位 他说他敢做是宣布 一国两制的失败 还有就是要台湾对这件事 是看得清清楚楚 他说的说话没什么特别 但是我想指出就是说 美国人当看香港的时候 他不会只是看香港本身 他会看是整个亚洲 中共对香港这么做 对整个亚洲的影响是怎么样 对台湾的影响是怎么样 而台湾现在是世界触目的一个地方 在牵涉到全球民主国家的安全 或者是民主国家能不能够继续领导这个世界 是一件这么大的事 所以我想大家指出这一点 香港民主委员会这位执行总监郭凤仪就说 他说每年港府都提供几千万给这个经贸办 要他去做一些游说的工作 要游说美国各界支持香港政府 说香港政府是尊重人权的法治的 香港正是处于安定的发展的阶段 他说其实这个香港经贸办 已经成为中共的代理人 他出去就是全部讲完这些假话 另外经贸办就对香港在美国的港人 就实施监控 经常都会去看一下这个人 有什么个人资料他们可以拿到 有什么情报他们可以拿到 可不可以打定他们的背景 平时他们开会讲什么 经贸办也是对参加抗争的人就拍照 这些是学督中领馆的 最近习近平去旧金山和拜登见面 很多团体去抗议 中共居然指使这些小粉红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这些不是小粉红的作为 是中共用变衣身份 混入美国的特务、国安、武警 和国保的行为 这些人打那些抗议人士 打得很惨的 现在美国国会也提出了这件事 觉得太离谱了 在我们的国土里面 他们只不过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人 他在实行他的权利 你们这样打他 现在在美国的经贸办 我想他加紧去学习 要学越快 要真的对中城为中领馆 一模一样的 对当地的华人 骚扰 以此为目的 所以真的不值得 对这三个办公室有什么幻想 按照这个法案 在参众两院通过 拜登又签署了 香港的经贸办 在美国真的要倒闭了 说回这个法例 这个法例就是 现在来说 今次通过的法案 是要求美国国务卿 在30天内 告诉国会 究竟这三个经贸办 在美国的office 是不是可以继续享用 美国政府富裕的外交特权 如果结果是否定的 说他们不应该是 享受这些特权的 那这三间经贸办 就半年之内 立刻要停止运作 但如果国务卿说 都不是 他们都可以的 可以继续给他们外交的豁免 那这三间经贸办 就可以延长运作一年 运作一年 只要再评估一下 如果可以的 再继续 不可以的 立刻删 就是这样 所以就算 是这次评估 是情况很好 都表示这个经贸办 已经是处于一个 很恶劣的情势 就是它随时都会被人 这次好 不代表下次好 随时都被人 要它停办的 当然现在来说 就是两院的外委会 都通过法案 接着就回去自己的 全体的会议里面去審议 通过了之后 它还要去调调一下 两院之间 有些不同的地方 要调调一下版本 接着就交给白宫 就由拜登去签署 那就成为法律了 克里斯曼说 是很可能会过到的 因为他们现在 不只是中院 参院都是这样做 所以很容易会过到 而这个香港民主委员会的 高级政策研究员 香港做事 其实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做的事 现在来说 美国去和中共脱钩 是一个过程 每日都有新的事情会发生 这个是针对中共 但是针对香港一模一样 每日都会新的事情发生 大家都觉得是预料之中的了 没有人是应该感到很惊讶的 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了 除非到中国共产党 倒台那天 在它倒台之前 只有越来越加辣的 美国对中共也好 香港没办法走得掉的 都是越来越加辣 其实香港政府 今次是罪有应得的 他们破坏了香港这么多的事情 将香港在这么快的时间 三年之内 三年多一点 现在打沉 香港没有什么自治 自由、法治、人权 都不用说的了 那香港政府还真真有词 每次出来 他们都是比中国大陆 那些外交官有时 还更加战狼 好像觉得人家欠了他 到最后我会讲讲 一些网友对他们很精彩的评论 好像人家欠了他 我都觉得 是不是你们 做了这么多坏事之后 你仍然可以 个人来说 榮华富贵 又有名又有利 香港这个特区又繁荣 又充满了世界比与你们的荣耀 是不是你们还这么想呢 你是不是天真 因为贪心 因为无賴 因为弱子 是不是 我觉得都是 无賴和弱子 比较多一些 跟得中共这么贴的 你认为他的智商 会有多高呢 大家想都想到 是不是 今次这个经贸办的事件 刚才都说了 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都是很大的打击的 但是 现在来说 就 未到最紧要那里 但是一步一步 这样走法 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想 香港特区政府都会想 是否到最后一步 真的可能取消香港 享有和美元挂钩的权利 即是这一刻终于会到来呢 这个只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其实是一个洗钱中心 很多中国高官 来到香港用人民币换美金 接着就走人 就是这样 也都有很多国家 跟中共是以人民币交易 他们拿到人民币 去到香港 又在香港换美金 然后走人 所以这个香港和美元挂钩 这件事 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都是很重要的 是什么时候会走到这一步呢 现在已经 美国对中共的打击 是越来越迈身的了 再说一件事 就是中共一直考虑 最近这件事 都是近这半年的事 在他们自己的会议里面 讲得很清楚 很想恢复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原因很简单 玩够崩溃的经济 人家都不去中国大陆 但是如果你来香港 也是好些的 因为香港始终 就好像以前的外资 先在香港设立一个总办公室 用了香港的专业服务 接着就进去中国大陆做生意 中共很想恢复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习近平心目中 有两个地方都可能做到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上海 这几天他在上海 但是上海肯定就不行了 上海肯定就没有办法和香港比 你不用多 就是香港的目前为止来说 资讯仍然是自由的 上海就不是了 其他的都不用多多 就说这就够了 我就觉得习近平他会这样想 想香港仍然要做金融中心 就是他这样想法 我也觉得他不只是天真 或者是弱智 或者是无赖 为什么 因为当他实施国安法的时候 他有没有意识到他会彻底毁灭香港 这是一个揽炒的行为 你揽炒香港 你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或者是同归于尽 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你揽炒了就是揽炒了 在一个比较浅的程度 就等于他去毁灭了这些很多的私营企业 他现在又要求回私营企业 但是不一样的了 就是这件事是发生了 就没办法再回去 是原来不变那个样子的了 在香港你杀了一只鵝 你还要希望他生金蛋 这是不可能的 从香港人角度来说 这一条路已经是这样走了 作为普通市民真的不能够做到些什么 没办法做到些什么 那既然你是一个 除非这个政权消失 否则就无法改变的局面 那我就觉得香港人 就是既来之 既安之 自知死地而后生 就看下放长双眼 看下中共会怎样走法 但是从他现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没有一样东西是成功的 香港其实这个我已经死了 这个弹是生不出的了 如果你看下最近香港的数据 你会觉得都是相当是冰人的 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 经常都以为这个清零完了 这个疫情过去了 香港一切都会回复正常 曾经他们这样想过 不过现在已经到12月1日了 今天已经还有30天都不到 这个2023年就成为过去 香港的经济成绩是非常之差的 根据港府最近的统计 第三季的GDP预估是增长4.1%的 远远是差过市场预期的5.2% 楼市非常之疲弱 其实这些我们以前说过 不过我们说了这么久 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 楼市疲弱 截至10月底港府的卖地收入 只达到全年目标的2成 今年财政年度 头6个月的财政赤字 是达到228亿美金 它的盈余储比 就是跌到842亿美金 是10年来最低的 大概就够香港一年的财政开支 而9月中的股市交易日 有近千个港股的记录是零 零成交 预计今年港股的集资额 比去年比起来大跌六成 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况 这只我已经死了 它生不了金蛋出来 就是这样的情况 香港的总排名 现在就维持全球的金融中心的第四位 就被新加坡取了 其餘那两个就是纽约和伦敦 但是其实我觉得 香港是远远未见底的 现在是走下去 但是 是不是会跌到第五位 第六位 没有人知道 但是情况是很不妙 你看一下刚才 2023年的成绩表就知道了 外资和中国大陆一样 外资大量撤离 港人的移民潮不停地不停地 香港人就走了 就带走了自己的财富 带走了自己的一切的才能 专专业 离开香港 经常都听到 现在就说 香港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 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 甚至听说是一个中国网民 他叫做江湖仁清宋教授 他是在微博发帖的时候 就是这样说起的 但是也有人听说 有说是刘梦雄说的 那我们不管是谁说的 但是根据这位江湖仁清宋教授的网民 他就说 香港是花了一百多年 才建立成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现在还用了五年都不到 其实他都说得不太对 其实是三年多 就已经成为金融中心为止 和害是大到这样的地步 其实这个金融中心的建立 有了很多很多的条件 而中共和港共就一下 用很短的时间 将这些因素 将这些特点迅速地破坏了 说得大一点就是自由法治这些 说得小一点就多到不得了 它就是资讯啊 人权啊 各方面啊 其他不用说什么 就比如说 我们所谓的47人案 这47人案 未審 未判 就已经关押了一千人 就是这件事 就令到很多人对香港的法治 失望到极点 就也令到 美国政府觉得你根本就无法治 你这个地方是无法无天的 问题是 香港政府的官员 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对美国参众两院有这样的动作呢 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将会放在会员网里面 你点击下面的link 就可以去到会员网里面 订阅一下就可以收看了 希望你可以去会员网里面 支持一下我们 这件事也是支持希望之请最好的办法之一 记得去会员网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